10月12日 一名前哈马斯领导人呼吁支持者在周五参加圣战日游行 美国联邦和地方执法官员因此警告公众提高警惕 执法当局升级违安措施保护犹太与穆斯林社群 但呼吁民众继续维持日常生活 在美国两大人口最稠密的城市纽约与洛杉矶 警方表示他们将加强巡逻 尤其是在犹太教堂与犹太社区中心周围 但有关当局坚称他们没有接获任何确切或可信的威胁 而在中东及其他地区 包括伊拉克、伊朗、也门均在周五爆发了 侵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在预期的抗议活动之前 以色列政府敦促国外的以色列人格外小心 因为人们担心行动呼吁可能会演变成暴力 微软10月13日完成了以690亿美元收购动势暴雪的交易 此前为了完成交易 该公司与全球监管机构抗争近两年 交易一度濒临告吹 通过这笔视频游戏行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交易 这家Xbox游戏机制造商竞争实力增强 全球排名从第五月升至第三 仅次于腾讯控股和索尼集团 微软高管先前低估了反垄断意义的力度和持续时间 迫使这家软件巨头把交易截止期限延长了三个月 随后的转折令人瞩目 最终交易得以完成 完成得益于微软修改合并协议 以赢得英国当局的批准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为阻止这笔交易而提出的请求 被法院驳回之后 正在继续寻求采取法律行动 推进其行政听证会 如果该委员会取得成功 仍可能迫使两家公司取消交易 俄总统普京10月12日 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 多家西方媒体在报道中称 这是普京在国际刑事法院今年3月 对他发出通缉令以来的首次外访 当天 普京在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时称 俄罗斯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贸易和经济伙伴之一 也是贵国经济最大的投资者扎帕罗夫回应称 即高度重视与俄的战略伙伴关系和联盟关系 愿意加强与俄的贸易和经济伙伴关系 会谈结束后 两国总统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包括环境保护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和生物安全备忘录 有俄政治学家评论称 普京此访表明 俄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关注与维护该地区稳定有关 美国一直在向该国施压 希望其远离俄罗斯 但吉尔吉斯斯坦更倾向于靠近俄罗斯 以色列外交部发布声明说 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 10月13日在北京街头遭到袭击 此人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稳定 北京警方通报称 在朝阳区左家庄一超市门前 一名以色列外交人员家属 男50岁被疑外籍人员扎伤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 经初步审查该外籍犯罪嫌疑人 男53岁在京从事小商品经营工作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